老大 我们奥运进而守托有责 淡季两绝 最后三小时 被老鹰家翻翻翻盘了 黑幕 一定是黑幕 在战无不胜 伟光正的新时代 我们这些专业的体育机器人 怎么会输给老鹰家 这些业余的运动员呢 我们粉红军团 有点军心浮动啊老大 我有一技 不知当讲不当讲 杨丽这狙击肉喇叭 就是挡枪破口的 哪那么多废话 快说 香港在您的新时代 实施了国安法 实现了二次完全回归 这香港的一块金牌 应该算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上吧 39比39 金牌平局就您买 银牌老鹰家41块 我们龙家32块 这还是老鹰家领先呢 老大 台湾还有两块金牌 再手进来 41比39 绝赏老鹰家 赢了赢了 我们又赢了一次 这样也行 老鹰家 未必幸福啊 那就打他的脸 怎么打 你假装老鹰 咱俩演练一下我看看 每次要打老鹰的脸 反备老鹰把我的脸打得啪啪的 攻防演练 预备 开始 鸯鸯大伯耍赖皮 要点那个傻脸吧 打的就是你的脸 今天用逻辑打你的脸 请不要用你的龙逻辑 请用逻辑 不管龙逻辑还是逻辑 能打脸就是好逻辑 听好了 咱们龙鹰两家当年前的三个联合公报 你承认吗 承认啊 三个联合公报中有一中原则 你承认吧 是一中政策吧 英文是policy 不是principle 你们承认了一中原则的三段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这个一中政策 老鹰家用的是acknowledge 英翻译为认识道 而不是接受和承认 探知者 你是不是翻墙挺敌台的 你知道的太多了 猎狗 把探知者 拉去挖煤 老大 我入戏太深 冤枉啊 冤枉啊 继续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根据共产原则 这两块金牌就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哈哈 好逻辑 不愧是肉喇叭 全网同时发帖 先在金牌上统一台湾 全球万代 一同江湖 全球万代 一同江湖 全球万代 一同江湖 好